当地时间6月17号,美方不顾中方严正交涉,执意将所谓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签署成法。 这份法案罔顾事实,颠倒黑白,肆意污蔑和无端指责中国新疆的人权状况,极力抹黑新疆。 对此,新疆各界人士表示极大愤慨,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。 大家纷纷表示,这一所谓法案完全站在了2500万新疆人民的对立面。 美方利用所谓涉疆问题挑拨中国民族关系,破坏新疆繁荣稳定,遏制中国发展壮大的图谋,绝不可能得逞。 美方将所谓涉疆法案签署成法,粗暴干涉中国内政,诋毁新疆人权状况,我表示强烈谴责,坚决反对。 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教师穆亚沙尔·阿布莱提说, 作为一名生在新疆,长在新疆,工作在新疆的维吾尔族青年教师, 我对此予以强烈的谴责,表示坚决的反对。 穆亚沙尔·阿布莱提说,她和家人工作稳定,父母有退休金,享受医保, 每分周末他们一家人前往大巴扎步行街,南山等地游玩,生活幸福快乐。 作为一名维吾尔族青年教师,她将借助自己的主阵地教育并带动学生, 坚决同一切破坏民族团结和统一的敌对势力作斗争。 我强烈呼吁所有的维吾尔族同胞们觉醒起来,坚决做到认识上不模糊,态度上不暧昧,行动上不动摇。 我们要坚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,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 新疆各族人民要像十六子一样,紧紧团结在一起。 我要为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常治久安的总目标,尽一份教师应有的贡献。 乌鲁木齐市职业大学应用工程学院学生哈伊沙尔江·塔伊尔得知美签署所谓涉疆法案十分气愤。 他说,新疆怎么样,维吾尔族民众在新疆过得好不好,我们最有发言权。 他所在学校的教学区,从不足百亩拓展为现在的两千多亩, 学校硬件设施越来越好,在校的各族学生学到了本领, 如今在各自工作岗位上施展才能, 这与新疆对教育教学的大力支持和资金投入分不开, 与新疆良好的社会环境分不开。 新疆人民的生活好不好,过得好不好, 还需要我们新疆各族人民群众说了算, 还由不得美国来指手画脚,做一名青年大学生, 也会为我们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区安总目标不懈奋斗。 哈伊沙尔江塔伊尔说, 现在美国这一所谓的涉疆法案, 肆意诋毁新疆的人权状况, 网图破坏中国各族民众的深厚情义, 新疆各族民众是不会上当的, 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必须好好珍惜, 美国的阴谋也绝对不会得逞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